好 下面来看第五段 他说 从成熟到死亡 一个浪呢 他也必须遵守同样的这个规律 什么规律呢 就如同其他活的东西一样 有成熟就灭亡 这个浪从生到死 也要遵守这个规律 前面画横线的from both mature to death 是借此等于做壮语 后面这个as any other living thing 跟其他活的东西一样 这是比较壮语 这个living加引号是所谓是活的东西 而浪本身并没有活没有生命 比喻了所以加了个引号 重点是里面这个be subject to 这是一个多亿的搭配 在这里翻译成必须遵守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搭配是重点 咱们来看一看 be subject加借次to 它常见的意思呢 有三个都很常见 都很重要 咱们必须都得掌握 第一个意思是本文中的 if you are subject to a rule law penalty etc you must obey the rule or pay an amount of money 如果你subject to一个规则 一个法律或一个罚款 一个惩罚 你必须要服从这个规则法律 并且或者是必须支付这笔钱 就必须服从或必须支付 本文中是必须要服从这个规律 这个law不见得是法律可以表示定律 或规律 看例子 as a diplomat he is not subject to local laws 作为一个外交官 diplomat叫外交官了 他并不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 他有外交豁免权 be subject to 必须服从 再比如说 violators are subject to a $100 fine 违反的人必须要支付100美元的罚款 这必须支付 这是必须 因为有制度规定 就必须这么做 再比如说 cars are subject to a high domestic tax 就是汽车必须要支付高昂的国内的税 就是你进口汽车必须给当地政府要去交税 必须服从或者必须得支付 本文中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海浪也必须要服从遵守这个规律 这个定律 但是这个be subject to 好多常见的意思 第二个意思也非常常见 叫做什么呢 就often having suffering or undergoing something 经常有什么 经常患或遭受什么什么 经历某个不好的东西 be subject to 就常常有很容易换这个东西 或很容易遭受一个不好的失误 也很常见 比如说 are you subject to cause 你经常得感冒吗 很容易换感冒这个疾病 再比如说 trains are subject to delays after a heavy snowfall 在大学之后火车呢很容易会延误 就是这个会经历这么一个不愉快的事 再比如说 the timetable is subject to alteration 这个时刻表呢 常常会改动 而且我们不希望的改动 常有或常患或常遭受 这么一个往往令人不愉快的 这么一个事 叫be subject to 依然是 B动词加形容词加借词to 那么他的第三个意思 叫取决于某一个先决条件 这个在肯尼迪就职这个演说中咱们讲过 第三个意思也很重要 叫be subject to 第三个意思 depending on something as a condition 需要某个事物作为先决条件 或者取决于这个事物 需要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条件 或者要取决于它 也很常见 咱们也看一些例子 the plan is subject to the director's approval 这个计划需要主任的同意 否则的话做不了 这是先决条件取决于 对吧 再比如说 goods will be sent out within 14 days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商品将大概在14天之内被送出 但是要取决于是不是有货 availability就能得到吗 是不是有货 没货的话就完蛋 有货就快些 但一般14天之内能够计数 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个小肯尼迪就职演说中 那个be subject to 咱们回顾一下18个海豚这个书最早见过 so let us begin anew remembering on both sides that civility is not a sign of weakness and sincerity is always subject to proof let u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 but let us never fear to negotiate 咱们再看一篇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因此让我们重新开始 anew就是again的意思 就是双方都应该牢记 双方美国苏联了 当时吧1960年 这个千功并非懦弱的表现 真诚永远取决于证据 真诚你说真诚不行 永远潜力条件 潜力先拿出证据 永远需要证据 取决于证据 或永远需要证据 让我们绝不要出于恐惧去谈判 但让我们绝不要恐惧去谈判 展哥再来一遍 因此让我们重新开始 双方美苏双方都应牢记 千功并非懦弱的表现 真诚永远需要证据 让我们绝不要出于恐惧去谈判 但让我们绝不要恐惧去谈判 把这篇子我们再听一遍 非常重要的这个Be Subject To 在各种考试中频繁出现 回顾三个意思 第一次是本文中的 必须服从或必须支付这个罚金 或者必须支付这笔钱 第二个 偿换经常遭受或经历某个不愉快的事 很容易会这样 第三个 表示取决于或需要这个东西作为先决条件 劳劳记住 本文中是第一个意思 从成熟到死亡 这个海浪必须服从相同的定律 是什么 As any other living thing 像其他任何的活物一样 这s 表示像是廉词 但是这个 这比较壮与从举 引导比较壮与从举 但是s 表示像什么什么那样 它的畏动词经常被省略 写上也正确 这个s 表示像一定是廉词 本文中省掉的是必动词 就相当于 from both material to death a wave is subject to the same laws as any other living thing is 因为前面有is了 在后面一定也是is 这个必动词可别去掉 那么甚至在比较专业从举 as 表示像什么什么那样里面 如果主语比较长 位语很短 甚至可以用道桩 这个道桩绝对不是必须的 你看这里面 any other living thing 主语比较长 我们用道桩也是正确的 就这么写 from both material to death a wave is subject to the same laws as any other living thing 也行 这时候在用道桩 主语长 位语短 这个道桩不是必须的 你不道桩这么写 也完全正确 而且位语动词省略也行 所以s 记住 表示像一定是廉词 尽管看似像介词 其实是省略位语动词了 这个细节咱们三册就讲过 这是复习 好 看第五端的第二句话 看屏幕 for a time it assumes a miraculous individuality that in the end is reabsorbed into the great ocean of life for a time 放在据手 是个介词段语说 时间状有固定搭配 叫一时 或一度 或暂时的 什么怎么样 就是海浪 这个it表示这个ocean wave assume 多一词 这是书面也叫拥有 这海浪一度曾经拥有 奇迹般的这个 这个特征 特点 或者个性 individuality 表示与众不同的特质 个性 这个再加定义从具修饰这个奇迹般的特质 这个特性怎么样呢 最终individuality 插入去了 最终 重新被吸收进了这个生命的海洋里面去 海浪最后平息 浪没了 死了 重新被吸收到了我们生命的海洋里面去 这个里面呢 我们看这个 for a time 是固定搭配 可以记住 for a time 什么意思呢 temporarily for a certain period 暂时的 一时 或者一度 怎么怎么样 看一些例子 加深一些印象 比如说 this method was used for a time but it is no use now 这个方法曾经一度被使用 但现在已经没用了 一时一度或暂时性的 怎么怎么样 再比如说 he was for a time a professor at Cambridge Cambridge 剑桥大学 他曾经一度在剑桥大学当过教授 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 暂时的 临时性的一时一度 本文中也是 这个海浪一度有奇迹般的个性的存在 大家注意 assume 要翻译成 开始拥有某个东西 拥有 表示这个意思 是一个非常文雅的词汇 也是一个书面语的 formal written language to start to have a particular quality or experience 开始拥有某种特质 或者某种外表 开始拥有 它相当于动词 take on 开始拥有某种特征 或者某种外表 看一些例子 these relationships relationships assume great importance in times of crisis 在危机的时刻 这些关系拥有了非常大的重要性 关键时刻看出来了 这个关系很重要 拥有了这种特质 这是拥有某个特征 再比如说 in the story the god assumes the form of an ego 在这个故事中 这个神拥有了鹰的外形 就eagle 像个鹰一样 拥有了某种外表 本文中是拥有了某种特质 什么呢 就是individuality individuality 这个表示人的个性 或者事物的与众不同的特征 individuality 注意不可说的名词 跟老师大声对边 individ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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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ountable 不可说的 表示the qualities that make somebody or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other things or people 就是这个特质 这种特征 怎么样呢 使得一个人或者事情 跟其他的东西 或人不一样 所以人的个性 个人特征 或者事物的与众不同的特性 都可以 咱们看一下例子 注意不可说名词 we like our staff to show their individuality rather than wear a uniform 我们喜欢我们的员工啊 表现出他们的个性 而不是大家都穿统一的制服 individuality 个性注意不可说名词 尽管人有很多 但个性不可说 再比如说 the plot is credible but the characters lack individuality plug 阴谋诡计 或者故事情节 在这是故事情节 这个故事情节 是可信的 但是里面的角色 缺乏个人特征 缺乏个性 太大众化 没有个性 individuality 个人特征 与众不同的特质 曾经一度 海浪拥有奇迹般的 与众不同的特质 这个特质 that 最后 再次被吸收到了 生命的海洋里面去 被吸收进来 没了 就是他们从成熟到死亡 跟别东西一样 它也会死掉 reabsorb 就是to absorb again 再次吸收 是再次融进来 再次融入到海洋里面 平静了 大海又平了 浪霉了 而且一般 确实跟into搭配 比较常见 本文中用了被动 但搭配还是into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the economy cannot reabsorb all of the refugees into the workforce economy可以表示 一国的经济 或者国家的经济体 这个经济体不能够把所有的难民 重新让他们融入到劳动力的大军里面去 再次吸收进来 这是本文中 是这么一个 曾经一度拥有非凡个性的海浪 最终也是再次被吸收掉了生命的海洋里面去 海浪最终有平息